Hello 大家好 馬國交通樓樓已經落成啟用 而輕軌坦仔線延伸至馬國站 亦在今天12月8日正式啟用通車 馬國站上午6時半已經開出手斑 往坦仔碼頭方向列車 今早大批市民走來打卡留念 我因為不是電車男 所以沒那麼早起床 下午先去看看 我們是由側門下去的 一手扶電梯下去就是巴士總站 巴士總站都很闊落 又有廁所很方便 輕軌車站在裡面 跟巴士總站相通 走兩步就到 下午去的時候都見到不少人跟我一起 來看熱鬧搭回頭 我沒有買今天的紀念票 所以沒有排槍口 自己在自助售票機拿銀子買票 打算搭過對面海 海洋站那邊 問水票價6元 如果你有澳門通或輕軌卡 更加優惠 直接拍卡入閘 而且半格 即是3元就可以了 非常簡單 一拍卡入閘之後 裡面就是月台 一眼看了 左右兩邊拍給大家看 下午不算多人 車就很快來到 不過只有一截車廂 不是平常的輕軌 有兩截車廂 一開車都感受到車速非常快 而且震得挺厲害 是左右這樣震 所以老人家坐的時候 記得扶實扶手 不然一個不小心跌倒 就麻煩了 其實由馬國站搭過坎仔 大家不要以為有風景看 是沒有風景看的 因為大部分的路段 都是走在西環大橋下層的車道 一到坎仔那邊 才能夠重見天日 大家看到 左右兩邊 是平時我們出入西環大橋的行車道 整個行車過程大約三四分鐘 真是快過打針 有乘客認為應該增加多一截車廂 用兩至三截車廂行駛 能夠滿足過海乘客的需求 不過我覺得 如果你用兩截十三截車廂 可能就會好震 大家看到 在海洋站那邊 往澳門 右手邊是海洋花園 左手邊那邊就是橫琴 今天跟朋友一起去坐 三四分鐘的車程 有點像去迪士尼 遊樂場坐小火車的感覺 的確是 今天公眾假期 所以看到不少家長 都帶上自己的小朋友 一起去坐輕軌 當是假日的節目 過了這幾天假期 和新市坑三日香 之後沒有那麼香之後 閒日相信坐的人未必有那麼多 說回票價 香港的朋友不清楚 說一說 輕軌的票價 亦隨著馬國站啟動而調整 以每三個站作為一個票價區間 頭三個站收費6元 之後每一個區間票價遞增2元 全程12個站12元 至於跨海路段視為兩個站計算 有市民說馬國站那邊 下面連著巴士總站 如果有交通轉乘的優惠會更吸引 不過老實說 如果你在坑仔那邊 搭輕軌過來馬國站再轉乘巴士 過關口那邊 其實票價上都沒有什麼優勢 就算你用澳門通泊卡半價 12站半價是6元 再加上3元的巴士費用都要9元 肯定貴過由坑仔直接搭巴士去關口那邊 而且時間上未必快 因為你搭輕軌想上落落 又要過去轉乘巴士等車 所以在坑仔那邊直接搭巴士 票價便宜過這樣轉乘 可能時間都會更快一點 不過乘輕軌過來馬國這邊有個好處 可能未必有巴士那麼迫 鬆動一點 可能有位置坐 但怎樣吸引市民 乘輕軌過來澳門再轉乘巴士 有關方面真的要想一想 不過馬國卡通樞樓有個進步 在輕軌站這裡 外面有個私家車停車場 那麼我們駕駛人士 真的可以真正做到駕駛轉乘了 好 這一集就 首先想支持我 可以掃影片給你截圖魚 謝謝你們 下集見